胃是一个空腔,是可以成物的器官,属消化系统的主要脏器,与皮协同,共同完成饮食的消化和吸收。 它的主要功能是受纳腐蜀水骨,以降为和。 一、胃主受纳胃在消化道中有接受和容纳饮食的作用。 食物经口咀嚼搅拌后,在胃中初步消化,暂时储存在胃一段时间,然后推向小肠。 胃受纳水骨是机体营养之源,所以胃为水骨之海,五脏六腑之源,五胃入口,藏于胃已养五脏器,胃的受纳功能。 正常则机体气血化源充足,令人精神振奋,四肢活动有力。 二、胃主腐蜀,胃受纳饮食后,食物要经过胃的腐蜀磨消,变成食谜,即腐蜀水骨。 食物消化的契机,主要在于胃养,胃养可以提供温孕的热量。 还可以引起胃壁肌肉的舒张,收缩和蠕动,有利于水骨腐蜀成为食谜,也有利于食物的受难,混合与异形。 当食物刚进入胃的阶段,幽门还关闭着胃经腐蜀的食物。 留足胃中,此时胃充实而肠上空虚,带腐蜀成较多的食谜。 胃内压增高,促使幽门开放,使食谜推向小肠,胃空虚而肠充实。 这种功能也就是胃养作用于胃壁肌肉收缩和蠕动的结果。 三,胃主通降。胃气必须时时和顺通达。 下降胃顺,饮食在胃中,经胃气腐蜀后变为食谜。 食谜由胃进入小肠。 小肠密青别拙,凡经胃部分,统由皮转输出脏腹组织。 提供营养,糟粕部分下传大肠,形成粪便排出体外。 这一过程离不开胃阴与胃阳。 胃阴可以约制胃阳的偏抗,还可以如氧胃腐。 胃壁肌肉粘磨,得到胃阴的如润和胃阳的温韵,才能促进胃内容物的通降。 四,胃的运动功能。 胃主要接受和注存来自食管的食物,并将食物磨碎时之与胃液充分混合。 而形成半流体的食米,再以适宜的速度,逐次小量的分批等,推入小肠。 胃要完成上述一系列过程,首先要依赖于胃的运动,包括以下三个方面。 一容兽性舒张,当食物吞咽到达胃之前,食管受到食物的刺激,可以反射性引起胃壁肌肉的舒张。 四,食卫能够接受食物。 二,紧张性收缩。 胃被食物充满后,集成囊状。 胃开始工作,进行持续,较长时间缓慢的紧张性收缩。 这是消化过程的一部分。 由于胃的收缩,使胃腔内产生一定的压力。 有助于食物向十二指肠移动。 三,蠕动。 当食物进入胃后五分钟左右。 蠕动即开始。 它一方面使食物和胃液充分混合以利于胃液的消化作用。 另一方面,则可搅拌和粉碎食物,并推进胃内容物通过幽门向十二指肠移形。 五,胃的分泌功能。 即胃液的分泌。 胃液为无色橙酸碱性液体。 人体每日分泌的胃液量,1.5字2升。 胃液的主要成分有盐酸。 胃蛋白霉源、粘液、内因子、盐酸及通常所称的胃酸。 盐酸在胃里,能激活胃蛋白霉源转为胃蛋白霉,并可以杀死随食物进入胃内的细菌。 当进入小肠以后,又可以刺激一叶和胆汁的分泌。 同时,盐酸能帮助小肠对铁和钙等物质的吸收。 胃蛋白霉源在盐酸的作用下,转化成胃蛋白霉,用来分解食物中的蛋白质。 粘液具有粘质性和形成凝胶的特性。 覆盖在胃粘膜表面形成一个厚度为500微米的保护层。 称为胃粘膜屏障,粘液具有滑润作用,可以保护胃粘膜免遭食物的机械性损伤。 还可以阻挡胃粘膜与胃腔内过多的胃酸接触。 内因子在正常胃组织和胃液中,还存在一种与维生素B12吸收有关的物质。 称内因子,它主要帮助人体对食物中维生素B12的吸收。 如果内因子缺乏,影响维生素B12的吸收而导致脏穴障碍。